焦点来关心 今天下午台北市新门町商圈 警匪当街活火 嫌犯因为债务纠纷 向被害人勒索30万 相约在万华区要面交款项 远景获报之后早早就到场埋伏 嫌犯一看到大批警力 就当街踩油门冲撞警车 沿途追撞三台轿车 远景最后对空鸣枪 冲上前破坏车窗 才顺利制服嫌犯 白色手旅车在新门町商圈高速狂飙 就在路口接连冲撞小黄 和轿车 这时后方行警也开着 黑色针防车追了上来 大批警力冲上前对空鸣枪 再拿警棍敲破车窗 把休旅车上的嫌犯连拖带拉 压制在地 警匪当街驳火 远景边追人边对空鸣的两枪 不仅吓坏被波及的消防司机 附近店家第一时间 更以为是黑道枪战 而嫌犯开的白色休旅车 挡风玻璃 和左后方车窗都被警方敲碎 沿途还有三辆轿车被撞凹刮伤 一里就是好像有户口 是不是在追杀 是这样就在地在里面打架 听到有枪声的 你们在打架 打去那个110的时候 他说那个是警察 跑给警察追的就是他 21岁的孙姓嫌犯 因为和被害人有债务纠纷 就把人掳走拘禁 再向家属勒索30万 恐吓说夜后下午一定要给钱 否则就要施暴 警方获报到约定地点埋伏 而嫌犯眼见警方上前 竟然就拆油门高速冲撞 嚣张嫌犯逃不到前 就冲撞远警 但最后还是被上扣狼狈带回 不但涉及伤害和妨害自由 逃逸时高速冲撞 恐怕还得再加上公共危险罪 还有妨害公务罪假一等 第二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警方获报道 警方获报道